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文艺名家常相遇就是其中之一 它视艺术为生命 让玉剧影响力不断地扩大 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 而且走出了国门 拥有了亿万观众和戏迷 它始终怀着对艺术的炽热情感 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新中国的戏曲事业 它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等称号 2004年 国务院追授长相遇人民艺术家称号 柳大哥家华 李台篇 谁说女子 杏青县 男子大长 到边关 女子放之 大海家园 在天去种地 也往来封面 五分周夜 心情发火烦 将士们 才能有这 石火团 自幼学艺的长相遇 1923年出生在河南 拱县的一户贫苦家庭 为了不当童养席 九岁起 随父亲学艺 他博彩仲家之长 把五大玉剧生枪派系 融于一炉 并广泛采携了河南曲剧 河北邦子 及河南坠子等剧种 和曲艺的生枪技巧 形成了深受广大群政 喜欢的长派艺术 长派艺术最令人感叹的就是 它的艺术很精 它的艺术很精 它的地方特色很浓 它跟生活相当贴近 最更迷一点就是群众形容逻间 要简单来说就是八个字 豪迈奔放 微婉细腻 把河南玉剧这个小剧种 更是演变成一个有影响的大剧种 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 1948年 长湘玉与丈夫陈宪章 在西安创办相遇巨社 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 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 随之全国掀起了参军参战 筹款集资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 当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首批文艺骨干 长湘玉自然也不甘落后 他激动得日夜睡不着 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我那时候就提出来 我说我捐献一架战斗机 用我的演出 用我的本事 用我的力量 用我的血涵 捐献一架战斗机 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他卖掉了巨社的运输卡车 取下金戒指 拿出多年积蓄 作为捐献一眼的鸡金 可是演什么曲目 却让长湘玉犯了难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长湘玉的丈夫陈宪章 在街头看见小人数商贩 其中有一本 就是《木兰从军》 陈宪章一下子来了灵感 我男当头 谁说女子不如男 男女一样 都可以为国家献上 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他便根据这一故事 为长湘玉 量身打造了玉剧版本的 花木兰 1951年8月 长湘玉率领西安 湘玉巨社演职人员 先后赴河南 湖北 广东 湖南 江西等地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进行巡回演出 到1952年2月 历时6个多月 共演出170余场 通过一眼捐款 他完成了捐献 一架战斗机的目标 原来我们都觉得不忠 人家不会动 你看从一个河南到广东 哪间跟到外国那样 那谁是 人家说话 咱也不动 咱说咱也不动 也想说不忠 谁知道到哪 广东那个外国热情 那个群众不得了 收入了15亿2700万块钱 捐成了这架飞机 我再举个例子 当时一毛钱 就可以买11个鸡蛋 大家可以来 替我们想一下这个价值 是很不容易的 1953年初 朝鲜战争进行到 最艰苦的阶段 正当长相遇捐献的 相遇巨社号战机 在朝鲜上空 与敌机对抗的时候 他作为副朝慰问文工团 第五团的副团长 率领相遇巨社的学员 来到朝鲜战场 慰问志愿军 为这群最可爱的人 加油鼓劲 慰问团到达部队的当天 全体成员便马不停蹄地 下分队演出 正是在奔赴演出的路上 长相遇所率领的相遇巨社 遭遇了敌机的轰炸 他叫我跳 所以下车 我们就跳下去 一步就下去了 这跳下去 他就拉着我走 我们走下 爬下去 这个跑弹 到我们跟前 我们浑身都砸的是土 都跟土一样 没有伤处 后来我才发炎 我身上的土杂不破了 发炎了 战事户事都趴在我的身上 等着怕我 一想到这个事 我就心里头 我说这人的心 就真好了 一个微小的细节 让长相遇目睹了 志愿军的英雄善举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决心 战事们最想看 花木兰 长相遇每到一地 都先演花木兰 不管观众多少 哪怕只有一个哨兵 也要为他们演唱 我们演出是在一个 小礼堂里头上面 打了是那个碰 到演到这的时候 跑弹的转来了 打来了 打了的时候 这屋里的灯什么都没有了 也不能演着 演着花木兰 我带了那个头盔上 那个头哗啦哗啦哗 直往下砸 这不能演那个战士们 他这个英雄奇怪啊 都带着有手点 都是那手点筒上面 包一层黑布 所有的手点筒都集中在这个 台上这一块 他们就这个 换个口号啊 想花木兰学习 花木兰是英雄 在这样战场上的英雄 我们是要学习的 我们不打败敌人 不回国 我们不打败敌人 不见我的天娘 哎呀 那输得干中的 经过三年的顽强阻击 中国人民志愿军 最终赢得了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1956年 河南御剧院成立 长相遇带领 相遇剧社全体成员 从西安调往郑州 长相遇任 河南御剧院院长 从此 从北大荒 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从中原农村 到东南沿海 都留下了 他和学员们的 汗水和足迹 那时候演习时 部队三个月 农村三个月 工厂矿区三个月 成年是在社会上演出 他是说 把我们的艺术 献给人民 献给工农群众 要为国家 要为人民 要为老虎大众服务 我们的戏是歌颂新中国的 他的一生 就是例行了他自己这个话 为了让戏顺民心 反映时代 长相遇和丈夫陈宪章一起 在改造传统题材的同时 积极演绎现代戏 从一七十年 长相遇共演出剧目一百多部 在舞台上塑造了红娘 白素贞 花木兰 舍太君 穆桂英 李双双等经典妇女形象 使玉剧从一个地方戏 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 从一次的演出 我都要认真做到 透一跳 就要做到 这个以待这方面的事情 另一条就是 要把戏认真地演后 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话 我一部一个角色 怎么样我得把戏认后 对其关注 希望这些年轻的同志们 你们都记住 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人去生尚在 清乡游伴人 长相遇靠美元朝 捐献飞机的爱国一举 一直为世人所传颂 他一不惊人 恃不休地执着 戏笔天大的敬业精神 为戏剧界树立了一座封碑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 文化时分 们下三明天的节目 再三明天的节目 请在美衣序树立了一座 给我按针来 想订阅 看